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然后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更重要的是要看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来订阅 随时收听收看 也期待大家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支持公库 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走得更好 这两年其实我们看到 社会的事件层出不穷 就是很多的状况例子 大概就会是精神障碍者的 这种比较重度的这种犯罪 可能包括杀人 或是重大的刑案 那当然在之前嘉义的高铁的台铁的杀警案 或者是前一阵子在屏东发生的这个挖眼案 都引起社会的滑澜 那也包括了这个 在这个12月就有两起跟精神疾病事母有关的案件 一个是因为幻听而砍杀自己的母亲的事件 另外一个是因为抽烟而被母亲制止 但是他就把他妈妈给这个刺杀 那这两个事情都让大家觉得 哇这个不但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恐怕也对社会会有一些恐慌 可是精神障碍者真的是像我们所理解的 这个他的暴力倾向是很高 他会杀人或者杀人就会无罪吗 但是不管你是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 精神障碍的确是很多人在心理上面的恐慌 或是会担心他的身体会受到安全 法务部还有司法院呢 最近也在提一些修法要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节目当中呢 就要来跟大家邀请到这个 台北市新生活协会的总干事 还有伊甸活泉之家的主任廖福源 来跟我们谈这样一个话题 福源你好 观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这个台北市新生活协会的总办是金灵 金灵你好 是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灵 OK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讨论 这个精神障碍所面临到的问题 特别是在社会上面一旦发生的 这个重大的这种所谓的刑事案件 甚至杀人案件犯罪案件 他只要跟 可能会跟这个为了视觉失调者 精神障碍者扯上关系的话 可能就有很多人会恐慌 然后通常的做法都是应该要 把他叛与这个重刑 甚至要隔离哦 那前一阵子就是说 在12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两件 精神障碍 精神疾病有关的这个弑母案 一个是因为幻听去砍杀 相依为命的母亲 另外一位呢 是因为在抽烟的时候被妈妈自责 而去杀他妈妈哦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哇这个精神障碍 精神疾病 思觉失调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常常会有这种所谓暴力攻击人的 这样一种倾向哦 我想先请教金林哦 就是你自己本身是一个这个 新生活协会的总干事 事实上也是一个照顾者哦 是不是精神障碍者都会有这样一种暴力的倾向呢 如果真的会发生这种所谓暴力的行为暴力的现象 那大多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刚刚那个管老师提到的 那个第二个例子 就是有一位 病友然后他其实也就是后来记者有提到说 他在现在卫生局的这个所谓的追踪服务的对象里面 他其实属于那个已经有定期去医院打针治疗的病友 但是 但是他那个在家 因为在家里吸烟 然后跟妈妈发生的很 就是不愉快的冲突 最后导致于失控 那这个病友有面对 就是记者在采访里面有提到说 这个病友就觉得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他 所以其实他这个 会失控杀人这件事情 其实就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这个病的影响 而是因为生病 我听说不是生理百分之百生理 而是因为这个生理的疾病之后 那其实对于很多的视觉失调症的病友来讲 其实他最大的经历是 他的那个生活里面经验值都不见了 所以他变成不会操作的事情 就是他可以知道这个事情 可是你叫他打扫 叫他干嘛 他启动不了 然后他不知道 他的步骤就做不下去 但是因为我们有太多人 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包括家人 所以家人与病友的相处之间 就会剩下只有冲突 只有摩擦 然后这个病人 你会发现 就是大家可能出去很辛苦的赚钱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都可以不用出去赚钱 好像你就是这么懒惰 那然后就会觉得说 你好像一无是处 那到时候自己也觉得是一无是处 但事实上病人还是一个人 他跟我们每个人一样 他需要有自尊 需要有一个自信 然后需要有一些跟别人互动的 一些良好的这样的经验 来支持一个人活下去 但是很多病友可能类似像这个例子 他就会经历到他生活里面什么都没有 然后只剩下被骂 只剩下被嫌弃 然后他做什么事都是错的 那这样的日积月累 当然就会让一个人就是 就是比较容易在有一个冲突之下 然后因为我们今天疾病有一个部分 就是除了刚刚讲操作上面的困难 需要慢慢慢慢的指导跟復健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他的情绪会比较大一点 就是他上来的时候 可能比我们再上去一点 那他下来的时候 比我们一般人还要再下来一点 所以就是这样子长期最重要的就是他觉得不被爱 就是这个世界对他百分之百都是负面 甚至百分之一万是负面 那这个才是造成我们病人有可能会失控的原因 所以他并不是就是因为那个病 而是因为这个病后他没有获得好的支持 才会导致于他后面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事故发生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某个之前我曾经到这个精神障碍机构 然后我去做帮他们上课 那我会问一个问题说 这边各位就是这些朋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会成为病友的原因 我发现我自己可能随机这样问下 有十之八九都是小时候被霸凌过 那可能是来自于家庭的霸凌 或是来自于学校的霸凌 或是来自于朋友的霸凌 所以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在他的成为一个病友的过程当中 他的原因可能都是来自于某种的社会挫折 当然他因素很复杂 但是刚刚经理提到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当他遇到遇到社会挫折的时候 在那个照顾的过程当中 可能也会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 去对情绪的完全的掌握 而家人也不见得理解 甚至有时候照顾久了 家人也会觉得心情烦躁 所以那个冲突就会产生 而会有这样的一种暴力的行为 暴力的形象 那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精神障碍者或是病友 并不是我们外界所想象的暴力的行为 这种普遍的状况 而是他平常就因为刚刚谈到的挫折 或是在跟照顾者之间 或是跟其他社会之间的冲突 而产生的这种情绪的反弹 而并不是他就会有这种很直觉的反应 是吗 应该说是分为两个部分 有一个部分是 我们自己是家族也曾经经历过 那个很可怕的期间 就是说有一个部分是真正是 有些人在被害妄想 而且是治疗还没到位之前 那个被害妄想是非常可怕的 那因为在被害妄想之下 这个病人他本身是 他觉得全世界都要杀他 都要追杀他 所以他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反扑 他这个反扑就很容易出事 因为他是把风吹吵动 我们的病人曾经有一次 我那时候当兵发病的时候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甚至连树叶掉下来都质疑我 为什么你让这个树叶掉下来 你用尽全掉下来害我之类 所以说这个是大家可能比较不容易想象 就是说他这个部分是严重的被害妄想 在治疗还没到位之前 这部分真的是高危险性 但是即使在这个高危险性之下 我们仍然有一些方法可以 就是说尽量的帮助他 去了解他因为什么事情 而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愤怒 或者帮助他有一些危机的 这个情绪的舒缓 但是这个部分最最重要 就是确实还是需要就医的协助 真的比较容易帮得上忙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另外讲的 就是不管是生病的原因 还是未来维持康复 都需要两个东西 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会生病 就是一个是生理体质的脆弱 就是所以可能有基因 或者一些生理上的状态 生理的脆弱 再加上他有无法附和的压力 这就刚刚佛老师提到 可能有霸凌的那些创伤 所以我们有身体上的体质 我们再加上我们负荷不了的压力 我们就保了 那这个病是这样来的 那病后的康复也是需要注意这个压力 那可是这个压力源在哪里 压力源就从生活上来 那我们国家在支持精神病人这一块 过去都比较重视医疗 就忘记了他是一个障碍者 他就其实他看起来在手脚健全 可是他就跟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朋友 他有一样的需求 就是他需要别人来帮助他 别人来支持他 来让他慢慢的能够走过这个 附健的历程 复原的历程 那这个部分因为给的不足 所以在病人就会感觉到 他在生活里面处处碰壁 那这种处处碰壁的挫折越大的时候 就是危险会出来的就会越高 那所以我们才会呼吁说 应该要有好的服务 让这种处处碰壁的生活压力 他减缓 那这样子才有机会 就会很有机会 然后也可以真正达到效果的 让这个事故可以减少 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 就是在于当他开始遇到挫折 可能来自于他的身体 心理生理的这种状况 可是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障碍 其实这个社会能不能够去承接 或是刚刚经理提到的这个社会的系统 支持的系统到底是什么 其实很重要 虽然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面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 不会去想到这个部分就把它关起来 关起来隔离就没有事了 可是隔离之后 可能会有更大的问题 这部分我们待会再跟大家继续的讨论 那我们回到这个 我们看到这些好几次的 好几波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障碍 所引发的一些包括杀人 或者是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 我想请教服务员 就是目前假设这个经常者犯罪 他们这个审判的程序到底是什么 那很多社会大众会认为说 你只要说自己是精神障碍 或者是声称自己是精神障碍 可能就会能够减刑 或是被判无罪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吗 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 然后审判的程序上面 其实 精神障碍者 其实跟其他没有生病的程序是一样的 只是他会经过精神鉴定 那因为精神鉴定就会判断他在行为当下 是不是有那个辨识能力 有行为能力 所以其实在程序上面 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一样的 那只差在这个精神鉴定的部分 那我觉得反过来是说 要声称自己是精神障碍者减刑这件事 我觉得这也要大家要来思考一件事是 法官跟精神科医师 他们的专业大家认不认可 因为我相信就是 他们经过他们的训练 其实很难 是很难伪装的 尤其精神鉴定 或者是说 诉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你要一直一直假装自己生病 一直假装自己没有 是不是不是真病 然后真的有状况 大家可以想象你去 假设你就装个一个礼拜好了 你会不会觉得很痛苦 你要假装自己幻听 假装自己有妄想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他是在那个行为的当下 他有幻听 他没有办法控制 其他的时间 他就可以控制了不是吗 是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一样会看到 因为一个人有健身疾病 比方说思觉失调症来讲 其实他要达到确诊 没有半年以上的时间 是不会达到确诊的 所以就算包含疾病本身都是一个很长时间历程的一个 才会有确诊这件事 对 所以其实真的很难 然后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所谓的装病会减轻其行 我觉得法官们 精神科医师们也会去判 比方说事实上 大家如果去看判决 其实很少真的有减轻其行的 或者是说免罪的 比方说包含台铁杀警案 他最后其实还是判了17年 然后还有至少加5年的监护 所以他至少会花22年的时间 那 其实有些其他的说这也是精神疾病的判决下来 其实你要真 因为那个 是台铁杀案才是第一案 因为那样 那时候说免罪嘛 但其他的其实没有免罪的 跟第二种是减轻其行的 但是很多人其实也都还是需要得到判决 因为其实回到现在整个社会来看 其实最重要的是 就算他减轻其行 他还是得治疗 他还是被隔离在医疗的院所 他并不会因为这样 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想象是 一个人说生病 所以他犯罪之后去医院就等于消亚法外 但事实上不是的 因为说实在的 我服务的会员大部分是失觉失调 有七八成 那我们有些会员 其实他们宁愿自己没有生精神疾病 他们宁愿自己疯了 宁愿自己是犯 我讲错了 宁愿自己是犯 是正常的犯人就对了 对 也不要自己是疯子 为什么 因为精神疾病的污名或者标签 甚至治疗本身是一个 甚至很漫长 甚至一辈子 会跟着他 可是如果你是个犯人 你住了把 你可能偷窃 以监护处分 现在目前最大众说偷窃罪 你偷窃几个月 一年两年 是这种比较轻的罪 你可能服完行就结束了 但是今天病人的标签跟这个的痛苦 其实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觉得一般人其实是不会想要用这种方式免罪或减轻其行的 我自己到过一些 类似像疗养机构 然后我自己去过一次 我都觉得哇 这个要叫我待在那边 我觉得我应该会受不了 因为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律的生活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然后要定期服药 然后他的活动是受到限制 我觉得从我的自己的经验来讲 我真的不觉得那个比所谓的坐牢会好到哪里去 就是会来自于各式各样压力 特别是你刚刚谈到的 这样会有这个污名一直在追随他的这一种状况 那当然我们刚刚也谈到说 这个是在于假设一个审判的时候 他的可能会有一些刚刚谈到一些程序 或者是其实在实际上面 你要声称自己是这个精神障碍 而免刑这个是不可能的 不是你自己声称就可以 他有必须严格的这样一个鉴定的过程 即使是减轻其行 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在这个刑期 甚至他还是要被特别的去治疗 那谈到这个部分 就会让我想到说 其实精神障碍者 他其实是有两种身份 一种是所谓的犯人 一种是所谓的病人 那这种身份进入到这个 这样的一个监狱当中 或是到这个寓所里头的时候 现在的抑震系统有办法去支持 就是解决这三两种的问题吗 就是如果是一般的犯罪者 那我们就把他让他在 这个监狱里面就好 那如果是一般的病人 我们就可能会有自己的治疗的方式 可是他其实是这种双重的身份 我们现在的抑震系统 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想要请教精灵 是可能的吗 当然是这样 就是说抑震系统的部分 我们平常民间团 是比较没有接触 但是因为这次也因为这个刑法 就正在引起轩然大波 所以我们也遇到了 像监所关注小柱的一些朋友 他们理事长 那我们就是依这些朋友 他们在最近才发表出来的一些情况 来跟大家报告 像监察院在前不久 就有到各地监所去 在今年在各地监所走一圈 那他们就会发现到说 确实有种状况就是 因为你们可能有一些精神病 他其实并没有获得好的治疗的安排 这第一个 就是说他本身已经在可能入监服刑的时候 就知道他是精神病友 但这个部分并没有 并不是每一个监狱都给了好的这个治疗的安排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有一些人 因为大家知道精神疾病的状态就是 有时候越严重的人越认为自己没有病 所以另外有一类就是说 这个人从来没有看过精神科 可是他事实上有可能有精神疾病 这样一个事实 但是他就入监服刑的时候 因为他并没有挂着精神病人 或是精神障碍者 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他其实就当然不会被转介去治疗 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像监所关注小数 他们也有提到个案 就是说有一位精神病友 他在监服刑 然后每次他家人去探访的时候 他都是一直哭一直哭 那原因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在监所服刑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参与一些劳务工作 就是也等于是一些职业的训练 或者是这个劳务的工作 就是你要做一些工 那可是这个病人 因为他这个操作上 我们刚刚讲他的经验子掉了 都没有一个好好的执照 所以他就觉得他做那工 没有一个赶得上别人的 他的动作就非常的慢 那这个情形 其实在一般病人身上也都有 那可是他监狱那个高医药环 他就变成说 他因为赶不上 所以所有的人都嫌恶他 就是所有的人都管他 所以他就一直 所以他就一直 他就一直在哭 那一直直到就是说 家人帮他申请要转到了另外一个 比较就是可能在对待上面 能够考量这些个别不同需要的 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 他的情况才缓解 所以总统这些对 当然一个回到刚刚 主持人有问到的那个 就是说是不是 运有与刑期的关系等等 这个刑法的19条 他提到的一个 这个重点是行为当时 就是你发生那个事情 发生一个可能商人事情的时候 你行为当时的状态 你那个行为到底是你自己本意 或者规划出来的行为 所谓的故意的行为 还是那是病压着你 让你做 因为让你心神丧失 所以你才做出来的行为 所以唯有那个 就是说是当时是由病 压着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你才犯了这个错 这样的人才有所谓的减轻其行 或者是不法的原因 那因为刑罚的目的 是为了让一个人可以改过 为什么要有刑罚 是为了让你知过而改 所以为什么他会说他无罪 或者不法 是因为在那个精神病的状态之下 他的大脑是没有办法知道 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就是当他不知道的时候 你去做这个刑罚 它是没有意义的 那可是当他的精神疾病好的时候 你不用罚他自己也知道这个错了 不应该在那个时候伤害母亲 他其实当他精神如果回稳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这件事错了 那你不罚他 他也知道他错了 所以才会有那些减刑 或者是那个不法的情况 那所以因为精神病 其实是不管好人坏人 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得 所以也会有坏人得精神疾病 所以任何人如果大家犯罪了 都应该承担自己所该承担的 所以可能就去服刑 只是说我们要提醒的说 你服刑的时候 他毕竟有精神疾病在那边 所以他应该承担他的刑责 但是他也应该要获得 合适于他的治疗 要不然他在那边 因为大家不要只想精神病 心脏病也一样啊 如果他心脏病很严重 然后他在服刑的时候 你又一直给他高压力 一直干 就是都是对他心脏不利的东西 那你又不让他去治疗心脏 那这样这个就不是只是服刑 你其实就等于在侵害他的生命权 所以只是说有时候精神疾病 因为看起来好像好好的 所以容易在平常容易被忽略 在监狱在这个司法体系统 当然也容易被忽略 所以这个部分就需要大家 来为他们主张说 应该给他们平等的治疗权 他不是只有身体上的病需要治疗 他在精神上面的病 也应该要获得治疗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大家想 就是说想要呼吁的 我觉得这蛮重要 就是其实在一般的状况底下 这个民众或是社会大众 对于精神障碍的这种理解 其实也很少 因为我们过去污名化 或是自己心里面 有很多的恐慌 或者是我们各种状况 都让我们敬而远之 可是所以我们的了解已经很少 然后我们可能对他有偏见 那我们更不会去想到说 一个犯罪的这个精障者 当他进入到监狱之后 他所面临到的各式各样的状况 因为对我们而言 反正我看不到就也不见违禁 我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就没事了 可是实际上面 他可能面对到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其实也会呼吁到 我们今天谈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法务部跟司法院 他们其实要做一个修法 这修法其实因为最近 这个有关于 特别是沙井案之后 一连串的这种或者是蜿蜒案 这些案子 其实让很多人对精神障碍者 有更大的恐慌 那所以呢 他们其实要去修改法律 希望能够去 给予这些精神障碍者更多的限制 我讲了更多的限制 也许待会我们就会知道 为什么他有更多的限制 可是这样一个做法 真的能够让社会更安全吗 或是这样的做法 能够让精神障碍者 他在这个服刑的期间 他的生性状况 会不会因此而更糟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来讨论这个话题 在屏东发生了精神障碍患者 攻击了超商店员的事件 引发了民间议论 案件依然延收 结果县府被抨击处理消极 引发民怨 县长潘梦安就表示 回虚心检讨 同时也提出伤患的眼睛 已经可以睁开了 而为了因应精神疾病患者的犯罪问题 立法院将排审监护处分 和紧急监护修正草案 有民言团体就质疑 最有违宪之余 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潘信超商女店员 被精神障碍患者攻击 眼睛严重受创 历经两次手术 目前恢复良好 但屏东县政府IP处理消极 而县长潘梦安更在事发一个礼拜 才到医院探视也引发民怨 潘梦安六号则亲上火线表示 各界批评虚心检讨 同时更带来好消息 整个修养 我们也在跟这个 院方讨论之后 什么时候比较适合去瞭解 我去的时候是 他已经眼睛可以睁开 他告诉我 他看得到我 我听得很高兴 国内近年来发生多次精神疾病患者犯罪 为了修补社会安全网 立法院将在七号排审监护处分和紧急监护的两大修正草案 但民间私改会等团体質疑监护处分草案 删除患者治疗的最高上限 有终身监禁疑虑 而且医疗与社会支援体系都还不完善 呼吁不该急救张 另外紧急监护草案则赋予检察官和法官 在侦办及审判程序 能够以司法手段强制让被告入院治疗 民团也点出有违宪疑虑 更建议草案加入重罪条件 避免轻重罪的被告在判决确定前 都可能面临紧急监护处分 记者传讯张国良台北屏東报道 歡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工廠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 紀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的經費來自於觀眾大眾 社會大眾的支持 那也因為你們的每一筆的捐款 才能夠讓我們持續的走下去 做更多更好的節目 也期待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們的聽眾朋友都能夠 如果你有這個經費上面的餘裕 或者是你對我們的東西 所做的東西認同的話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 其實是我自己一直長期來 都很關心的一個議題 而最近這一兩個月 或者這一兩年 其實我們看到精神障礙者的 相關的刑事的案件 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 所以我們要回過頭來 要繼續跟大家討論 最近這個法務部司法院 還有司法院在修法的一些問題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伊甸活泉之家的主任 廖福元 福元你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台北新生活協會的總幹事 金玲 金玲你好 大家好 那我們其實在上一段有提到精神障礙 跟很多我們在想像說 這個暴力傾向會怎麼怎麼樣 其實他有他的背後的一些因素 而面臨到精神障礙者 他面臨到這些相關審判的時候 在程序上面也好 或者是在後續的這種隔離的狀況 他是不是有特權 或者是有沒有得到妥善的照顧 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兩位也跟我們做了一些的分享 那我接下來要來請教福元 因為目前這個司法院法務部 因為前一陣子 這個嘉義的鐵路殺警案 這個鬧得沸沸揚揚 社會大眾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精神障礙者很可怕 然後為什麼莫名其妙就把一個警察 特別是保護人民的警察給殺死了 所以在這非常龐大的社會壓力底下 這些單位打算要去修改 這個跟刑法有關的監護處分 保護處分等等的規定 可以請這個福元告訴我們 這一次的修法的內容是什麼嗎 這一次的修法的內容 跟過去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是刑法第87條 他會從一個就是監護處分最多五年 接下來他可以 只要檢察官認為有延長的必要 跟法院申請許可延長 就可以延長三年 然後那這個延長三年 你說三年過後可不可以再延長 所以他就會形成過去是五年 可是接下來可能只要檢察官 覺得有延長的必要的時候 就會無限延長 他就等於說 過去就是五年的限制 五年到之後就不會再延長 而之後會有三年的延長 就是他可以看中三年的延長 那也許他就覺得有問題 那就延長有什麼不好的 因為他可能還是需要 可能會造成社會恐慌 或者是他可能還會有所謂的 潛在的危險 這我想這應該是法務部 或是司法院他們的一些目的吧 是 跟大家講的是說 因為他是認為說 因為你有在犯跟危害公共安全的疑慮 但我要問社會大眾是說 難道精神疾病 就精神病人跟一般社會大眾 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一個會酒駕的人 他因為酒駕入獄 然後你也判斷他就算 他被關了之後 他還是會再犯 那你就會因為他出去會在酒駕 你會再關他嗎 或者一個黑道的分子 他犯了罪 然後你覺得 然後你關完了 可能三年期滿之後 你覺得他出去會再犯 你可以因為他 你覺得他出去會再犯 然後就延長期刑嗎 那如果 但是如果你覺得不行 那針對精神疾病經驗的人 為什麼覺得可以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很沒有社會公平正義的一個修法 在這一條的部分這樣 所以我們不支持這樣的法律 然後另外一方面 事實上以現有的監護處分 有最大眾的犯罪其實是偷竊 大概有三分之一 所以是比較輕的罪 那在我的工作經驗裡面 其實這些輕罪 有些的偷竊是跟他的症狀有關係 像我自己服務的會員朋友裡面 就有人 他不是拿有價值的東西 他是拿超商DM 或者去哪裡的廣告品 他就是收集這些東西 那曾經的確有超商業者跑來 說我們的會員做了這樣的事 然後在我們跟他說他的狀況之後 他們就沒有再報警 那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有些精神疾病者 他真的是因為生病 他也不是做了一個多大的事 那我就在想像是 那他們之後入肩之後 然後如果說你出去之後 有再犯之餘 因為我也還沒有把你治療好 然後難道就要這樣子繼續延長嗎 這是另外一塊 然後還有另外一塊其實 因為他是用你可能會再犯 然後你還沒治療好 但是事實上有多名的司法 就是司法精神醫學的精神科醫師都表示 其實他們的治療大概半年 大概就會穩定下來 重點是後面的長期的追蹤 那這是精神科醫師說的 所以其實我們繼續這麼長期的延長 其實並不是為了治療 我覺得這時候其實是為了把他們隔絕 所以我覺得這個修法其實不太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在保安處分執行法 然後他這次有設計了關於多元處癒的部分 就是多元處癒意思就是說 你不只在司法精神病院 你還可以去機構 你還可以去 那個可能交給最近的親屬照護 或者門診或者居家 那但是我要提這個多元處癒是 其實我必須說 就算不是精神疾病的處罰者 也需要多元的處癒 可是我們民間像我會覺得 這個形同虛設是因為 他就算另入其他這些多元處癒的地方 可是這些多元處癒的地方 並沒有因為修法而增加的資源 其實我們還是換湯不換藥的 其實是用本來就不適合 本來就在社區單一 而缺把多元性的治療 或者是工作或者復健的方式去處理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修法 如果沒有同時配套其他的資源放進來 他是形同虛設這樣子 然後還有你說 請說 然後還有就是那同時 他的 剛才說是46條 然後現在46條之一 他有一個會監護處分期間 會有一個評估小組 這樣子 但是必須說 在監護處分的評估小組 會出現一個狀況是 第一個他沒有當事人 也沒有家屬參與 那他會造成什麼狀況 因為我有就是朋友任職在醫院 那他碰到的狀況就是監護處分五年都滿了 但是他還是出不了院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的家人還是很擔心他回家 所以就算沒有要讓他回家 是去康復自家 家人還是擔心他跑回家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覺得有一個那個評估小組 你沒有納入家屬的聲音的時候 其實你的評估小組最後做的處分 其實是不適用於這個人 也不適用於這個家庭的 所以目前這個評估小組都是專家意見 對 然後而且我相信他比較是一個一次性的報告 那所以我們其實會期待應該納入家屬跟當事人 甚至社區的 就是未來要接應他的社區的各館的行為社工 或者各館的社工應該也被納入 所以我覺得這個評估小組 我覺得的法令也有問題這樣子 簡單來講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現在的刑法裡面是這個執行期滿之後 原本是五年上限嘛對不對 可是你把這五年的上限 就是取消 然後他可以再延長 每次可以延長三年 但是從你們實務的經驗當中 他們不是要被隔離 而是要好的照顧 好的照顧他基本上來講 可能半年就可以是 讓他回復到一種正常的生活的狀況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其實 可能對於法務部而言 他是覺得是隔絕啦 他是所謂預防性的隔絕 預防性的積壓 然後但是對這些金帳的朋友 未必是有幫助 第二個 你剛剛談到多元處於就是說 他們離開了這個監所之後 他應該有不同的多元的照顧的方式 他的處理 或是他的處理他境遇的方式 面對他問題的方式應該有多元 可是現即使法律上面 已經有這樣寫了這樣的東西 可是在現實上面 不管是這些相關的機構也好 或是家庭也好 其實都未必能夠去承接 這樣的一種狀況 所以他重點並不是在於 所謂多元處於與否 而是應該在這個所謂的社會資源上面 國家資源上面應該更去強化在這邊的需求 那同樣的我也想要請教精靈 就是這個法令 當然我們看起來 從法務部或是很多的民眾 就覺得說把這些人隔絕起來 然後他既然有病 那有病就是要看醫生 有病要把他隔離起來 免得太危害社會 可是剛剛服務員覺得 不太能夠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精靈的看法呢 是 我想我們政府的壓力 我們可以理解 就是說有了重大事故 像那個襲警案對不對 就是鐵路警察被殺 然後像蛙眼案 屏東的蛙眼案 就是這些事情 都是很嚴肅應該要面對的事情 那現在我們之所以會反對 這是政府修法 是在說 那問題是你這次修法 會解決這個問題 還是會惡化這個問題 就是政府認為說 因為社會都人人皆約可殺 人人皆約可關 所以政府就要訂一個法出來 就盡量的關張 以至於他都忘記了說 精神障礙者應該跟其他人 有一樣的人權 可是他完全忽略 就剛剛服務員講 但是他完全忽略這個 那我們就來看看說 真的會有效嗎 因為其實我們就說 很多朋友會以為說 你們都是精神病人的團體 所以你們會互轉 你們就是明明有問題 你們假裝沒問題這樣 事實上絕對不是這樣 因為像我們這種重度病友的家屬 我們是比政府更渴望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如果政府這次 這樣子修法可以解決問題 我們其實是會鼓掌歡迎 現在我們是要很嚴肅的出來說 政府你這樣修法以後會更糟糕 那我們用剛剛那兩個例子來看 就是說以這個警察 就襲警的這位 就是殺了鐵路警察的這位朋友來看 我們想想這一次的修法 一個就是說如果你將來 因為你殺人了 像剛剛他殺了那個警察之後 我就可以把你關到司法精神病院 然後我就可以延長延長延長 也會不讓你出來 如果我真的有修了這樣一個法 請問能夠解決下一個襲警案嗎 不能解決 為什麼 因為他在他的發生事故之前 沒有人知道他會是這樣 他會已經在一個病很痛苦的狀況裡面 已經在一個很嚴重的生活 沒有資深 因為他因為病導致於他慢慢的能力 比較弱 所以他就從職場上已經找不到工作了 然後又很多的悲害妄想 所以他要開始亡命天涯 因為所有人都要殺他 所以他要趕快亡命天涯 所以我們需要的所謂的預防 應該是前面那個事情 就是有很多的朋友 在他最後會發生事故之前 他有太多的跡象可循 他自己都還到處去求救 現在問題是政府單位裡面 並沒有一個窗口 可以地震 政府單位裡面並沒有一個窗口 可以去真正的去全責 好像去協調 然後去找出資源來幫助這個人 幫助這個失業 已經沒有錢可以去看醫生 沒有錢可以養小孩的一個中年男子 政府沒有給他幫忙 然後各個機關單位 知道這個人是病人 來告一些很奇怪的話的時候 有人去沒有地方 沒有人可以去跟任何哪一個單位去講說 那你們可不可以幫幫他 所以問題是在於說我們有很多的病人 他在生活裡面遇到很多的困境 但是我們的政府並沒有一個主責的單位說 各位你可以來求救 各位你可以來求助 然後你來求救求助之後 我可以幫你安排後續的幫忙 所以這一次的修法 對襲警案這樣的一個預防 根本就沒有用 那我們就來看屏東的蛙眼事件 他也是類似啊 就是說政府認為對於這種 好像情緒比較高漲的病人 在目前政府只有一招就是強制住院 然後因為強制住院在96年 也是蘇貞昌院長之下就是說我們要保障人權 所以我們強制住院就把他限縮 嚴重病人再加上他這個有智商傷人之餘才可以 好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這個一個情緒很高漲的病人 他在生活裡面他的家人都已經80幾歲 然後他們我們有時候都很懷疑 你知道嗎 病人其實沒有手機 也很少看電視 因為當他有比較嚴重的病院 他不會看電視 那所以比方說這段時間這些新冠肺炎的疫情 需要戴口罩 為什麼需要戴口罩 這件事情有多重要 然後你這個病人你沒有錢 誰能夠幫助你可以持續的買口罩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情 對 那因為現在政府的做法都是 他們就開一個記者會 然後開了記者會就認為全天下人都應該看電視 全身下人都應該滑手機 但是精神障害者有太多數位落差了 我們根本就沒有手機 就算有很多人其實有點裝飾用 他其實只是為了跟上時代 他其實不見得知道 那麼知道 連掃QR Code都做不到 所以政府都忽略了 他其實還有一些傳統的廣播 我們就是說 林里長的廣播系統應該廣播 都沒有廣播 現在都是開個記者會 覺得人應該天下 所以這一些在社會邊緣的朋友 他們的處境是日益的艱難 所以他到抽中去感覺都是敵對 還有我們病人就算要把口罩戴好 我們需要很多 就是像好像就業輔導員一樣 你要把他要達成這件事的步驟都要拆出來 所以你要知道他多久應該去買口罩 然後口罩應該怎麼戴 其實還有很多患者是不會壓條的 因為以前都沒有在戴 就是那個戴上口罩 鼻子這邊要壓條等等 然後再加上他每天戴的口罩 要怎麼丟掉才比較適當等等 其實生活裡面沒有人在跟他跟這些東西 所以不是大家想像的說 這個人就是多壞多壞 所以他不遵守這規定 但是我們的制度有一點覺得說 比方說就是說 好像你不這樣子做 你沒有戴上口罩 我就立刻說我要找檢查 那你說你要去找警察 你就更卡到 背後望向 對 當你講警察的時候 被卡到 被抱下 然後像這次修法更糟糕 就是他會讓精神病人 將來對警察對被關這件事情更敏感 所以當你大家一個 大家覺得要一位 操傷的店員或者誰說 因為這件事他沒有這樣做 所以我們就要找警察 那你不知道這個整個系統 都讓病人很害怕 看到警察就好像要抓我去出院 然後要管你被關多久不知道 所以這些都造成了更多的壓力 所以這樣子一個修法的方向 他既不能防範於未然 他又對於病人有未來的治療 或者承認自己有病 或者願意去治療 又把病人推得更遠 就是我更害怕我將來要被關 不知道關多久 所以也就是說這一次的修法 他不僅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他還會讓這個問題可能血上加霜 然而這次的修法 除了打開剛剛那個保安處分分 上限本來五年的這個燈花板之外 他就是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他要蓋司法精神病院等等 然後我們就聽到說 一邊就是幾十億 幾十億 各位我不是講幾百萬 我是講幾十億 一邊就蓋幾十億 這個司法精神病院等等 那我們就會說這個資源完全措置 我再講一次 如果這個修法能夠幫助我們防範未然 能夠幫助我們讓病人在出事之後 他服刑的時候 獲得 在同樣待遇之下 甚至於更好 能夠追蹤他的疾病 然後幫助他 復歸社會的話 我們絕對會舉雙手贊成 那我們更要講的是 人是越觀越傻 就是他本來就有 因病 他本來就有操作不能 就有人際敏感 就會退縮 有所謂的我們講負性症狀 他就會退縮 然後當你把他關起來之後 他就更沒有機會跟別人互動 請問你究竟要關什麼 政府說沒有我會很負責任 我隔一段時間會什麼重新 檢察官會重新評估等等 問題是你越關越久以後 他就越出不去啊 此刻你所以不敢讓他出去的原因 是因為你擔心他出去以後還會再犯 那他的生活壓力 他與人的互動那些 如果沒有獲得支持 當然他就有可能再犯 如果他可以獲得支持 他其實就會改善 他就不會再發生 可是你越關 他就越難回去到那個好的狀態 那這樣子就等於 每一個人一旦被打開那個天花板的時候 就有可能無限期下去了 那這個事情 讓侵害人覺得是怎麼可以漠視 基本上來講 可以看到這個制度上面的 開始在建立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讓這些病友們會感到害怕 然後剛剛談到病友們 可能要更多的跟人去接觸 可是他會造成他越退縮 不只是這個 一開始在討論這件事情 警察以後警察會來 會讓他更退縮 被隔離之後 或是不斷隔離之後 他可能會更退縮 我覺得這可能根本在這個修法 或是在這個法令的 這個制定跟討論過程當中 太少這個當事人 或者是家屬的這種意見 進入到這樣的一個公共討論當中 所以他會看到這個思維 其實非常有趣 就是我們都以為政府可以很操懶的 或者是可以更進步的去看待一件事情 但是他有時候未必 他的思維就是我解決不了問題 我就去解決製造問題的人 那我把但是問題在於說 我把製造問題的人給解決了 製造問題的機器 還是不斷的在製造問題的人 也就是說這一套的機制 如果不去解決 不去面對 不去處理 那你今天把這個關起來 他頂多就是關了一個 可是他可能會製造出更多 這樣子會出現 這種精神障礙 甚至會有某種暴力傾向的 這樣的一種狀況 都有可能出現 我不知道服務員 是不是也是同意這樣的看法 或者是在這個法律當中 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值得我們要再進一步的去討論的呢 我一個部分是先那個A口那個菁姐 就是說 因為我沒有會遠去住慢性療療院多年 那他當初是即興八座 然後我偶然間從我朋友那邊發現 原來他已經長期在某一個療療院住院 然後於是乎我大概我前八年左右 我每年會去看他一到兩次 但是老實講我開始第三年第四年之後 發現他症狀越來越明顯 他明顯在 你看到在醫療院所一定是強制制藥的啊 那為什麼他症狀越來越明顯 因為我發現是他開始會跟我談股票 他賺了多少錢 可是他就是一個連隔壁的雜貨店 要不是我去看他他都到不了那一家 走路大概二十步的雜貨店都走不到 那但是為什麼他覺得他在玩股票呢 那開始在想一些 噢那個不用擔心我 就是我對他這麼好 然後他會他會來幫我 然後你就發現他的症狀一年比一年嚴重 跟我談的東西有越來越多非現實 那回到 然後也跟大家講說精神疾病 如果真的要回到治療層面 它是生理心理社會的 但是在醫療院所 你其實你就是讓一個 本來就容易在一個非現實想法裡面的人 在一個完全無法去核對現實 無法在現實生活裡面 能夠去完成他自己本來妄想的事情 但是怎麼讓他發現 像因為我們都會讓跟會員練習什麼 有時候我們會員突然會跑出來說 不用你剛才是不是講我壞話 那我就開始會跟他談 你是從哪裡聽到 那你為什麼覺得我會這麼跟你 你覺得我會這樣跟你說的人嗎 然後就是通過跟他討論 其實讓他知道 噢這是幻聽 那這個不是我真的說的 所以其實是必須要在很多 他是要在現實生活裡面 有些心理社會層面的介入 然後你提供一些生活化的支持 你才能夠讓他好起來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如果想要用隔離式的治療 我覺得以我的經驗 專業我會覺得他會更顯嚴重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講白了 我覺得不要用治療知名行控制支持 或者行某一種 我覺得它是一個整體社會的恐懼的問題 但為什麼我不支持這樣的方式 是因為這些生病的人之所以生病 跟他生病之後沒有得到支持 我覺得是社會要檢討的 以剛才台鐵殺警難為例好了 那個鄭在游先生 他其實是一個很努力去做苦做工 去賺起來的存起來的錢 但是當他要創業的時候 又碰到朋友給他跳票跑路 然後他太太生病了 然後也是一些意外 最後他錢都沒了 所以最後他生病了 然後他後來的生病 也因為家裡的狀況越來越差 結果他沒有去看醫生 所以我覺得這個鄭先生 他遇到的問題是整個 當他落入貧窮 那社會怎麼去支持落入貧窮的人 然後第二個是 當他那時候就是發生他殺警 那一天其實他找了五個地方 議員辦公室警察保險公司 然後社會局也都去了 那為什麼沒有人發現 所以如果沒有人在那一天 如果有任何一個人在那天發現的 這個悲劇不會發生 那有時候我覺得很諷刺的縮影是 其實我覺得我們很多的 我們很多的時候 我看到家屬是沒有得到支持 當事人沒有得到支持 可是政策會因為這樣多給他們資源嗎 會長出來沒有 因為我們最後長出來 是30多億的司法精神病院 他花了更多的預算 但是我們民間單位一直在說 社區社區社區家屬當事人沒有資源 但是為什麼至少二三十年來 為什麼就沒有 所以當這些沒有的資源 才讓這些生病人出了更大的狀況 當他出大的狀況 我們在想要把他隔離 我覺得這不符合社會公平正義 對 所以問題是在於要解決原因 而不是發生之後去解決那個結果 因為你解決那個結果 那個原因是永遠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就是你剛剛談到 我覺得包括精靈 或者是在剛剛服務員提到 那個所謂的社會的支持系統 那個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那個應該要有的這些 本來就應該有的機制 這不去做 而最後去弄了一個 花了這麼多的錢 或是弄了這個法 而忽略了他根本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我最後想要再請教精靈 就是我最後一個問題要請教你 就是如果你不管是從 這個你是一個專業者 專業者同時也是一個照顧者 家屬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政府這一筆錢 剛剛講到幾十億的預算 應該要怎麼花 他才有可能去解決 也不能講說百分之解決 或減緩 這樣一種問題的存在 回應這個 我不是所謂的專業者 就是我其實是採快背景的 我是快進去的 所以是因為變成家屬以後 才進入這一行 來幫忙 那所以 但是回告剛剛講說 幾十億到底應該怎麼花才好 我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一定要提到 一定要把我們的社區服務 就是注重在病人生活裡面的支持 就是不要忘了他是一個障礙者 所謂的障礙者就是有一些不方便 在生活裡面有不方便 所以比方說我舉個例子 就是傳統上的服務都是 比方說一個社工 或者一個護理師 然後就是家訪 然後家訪的時候 就是會以 比方說個管師 他們家訪的時候 通常都是以跟病人物談為主 比方說我們為什麼會自己出來做服務 或者我們有一個 所謂的到宅陪同的服務 陪同辦事的服務 所以我們發現說 你一直說話有什麼用呢 因為病人是會說話的 我們剛剛講 他其實理解這件事 他只是操作上面 會需要一個長期的復健跟指導 所以他本來就是會說 然後你會去跟他說話 然後你寫出漂亮的紀錄 可是對他的生活壓力的解除 當然在心理情緒上 因為有人關心 就會覺得好一點 這一定是的 可是對於他生活遇到的困境 比方說洗澡洗不好 買便當覺得心怕怕的 不敢去買便當 或者媽媽叫我做了家事 我做不起來 對他生活這些層層面面 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推社區服務 而且這個服務必須要多元 那這個多元 除了定點的服務以外 也需要很多到宅的服務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到宅的服務 必須要盡量的貼近他生活的需求 所以長照啊 需要照顧服務員 這個病人用的很少 這都是需要面對問題來檢討的 所以這第一個 病人需要社區服務 而且那個服務要盡量 讓生活化的東西可以長出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當然要給家屬幫助 我們現在一直在講說 全國到現在 各縣市沒有一個 專門給家屬的服務 沒有一個服務是政府補助 專門給家屬的服務 那我新生活有一個專線 新疆的專線 從93年看到現在 我每一年都找不到政府的補助來源 就是這麼荒謬 然後我的家屬團體等等的資源 我每一年一定要重新申請服務案 然後一定要想辦法拿錢 然後我才能夠做得下去 就是很特別 我們講說病人是單數 他就一個人 可是病人周遭的家屬 他是負數 對 所以當你有60萬精神病人的時候 你有幾百萬的家屬 可是這些家屬都是靠大家私下在那邊 在那邊聯絡 太多的家屬他來到我面前的時候說 為什麼我十幾年來都不知道 有這樣的新生活 也不知道有康復 只有協會 不知道有意義 就是為什麼我十幾年來沒有人告訴過我 然後我在這裡頭掙扎了十幾年 然後後來不知道什麼機緣 就忽然之間知道了 那所以根本就沒有給家屬的資源 所以這個是第二重點 第三個重點跟重點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 要建出那個求助系統 就剛剛浮原舉的我們襲警案的這位朋友 那些單位不是說他知不知道這個人是病人 他們很可能心裡都知道 問題是他知道又如何 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去說 我把refer給他 於是你接手處理 沒有 那也沒有任何家屬可以來求助的地方 也沒有病人可以主動去說 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跟你講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些幫忙 然後你可不可以幫我連出來 就是這個求助的管道他很可以建立起來 那現在政府為什麼會建立不起來 還是在於過去都太仰臟醫療而已 就是忘記了不要很重要 但是他是一個基礎 他是一個人落海以後 你要讓這個人能夠浮到水面上來呼吸 這個就是藥 可是他在水面上呼吸以後 他是沒有辦法直接回岸邊的 你需要有船 有人 有一些工具可以幫助他回到岸邊 那個就是所謂社會心理情緒 生活裡面的知識 是要長幾次 所以光浮藥這個人 他即使浮到海面上 但是回不了岸邊 他終於有一天還是要氣節身亡 歷節身亡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東西 來承載他能夠回到岸邊 所以要再加上 一些可以承載他回到岸邊的東西 這樣子才是 病人才有辦法是安居樂業 那患者安居樂業 當然也是我們大家的安居樂業 所以剛剛講的 這幾十億應該拿來第一個發展多元服務 那比較遺憾的就是政府老師說 他每次 比方說現在我們也感謝政府 他即將要推出協力 協作服務 就是用會所的精神在全國即將推幾十所 那我們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為什麼他只願意給這個服務錢 為什麼全國各縣市都要來套政府 丟出來的這個錢的鞋子 而不能由我們各地公益團體 自己來看我們有的資源 自己有的專長 我們自己來設我們想要的服務 然後請政府給幫助 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需要什麼服務 問題是我請不到錢 然後政府要給錢的東西 然後設定為一定要長什麼樣子的東西 才可以得到 所以多元服務就會出不來 所以要多元服務 然後要有生活裡面的支持 然後一定要給家屬幫忙 然後要有一些求助管道 包括這個強制住院申請的沒過 或者說強制住院兩個月以後出院的朋友 給他的追蹤服務不能夠永遠是公安房事員 一個單槍匹馬 他應該要有一個比較長期 而且是一個可以連結各種資源的做法 要有一些 就是團隊一起來幫忙 的確這個問題是需要起頭並進的 那我相信政府有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資源要用到對的地方 我相信很多的民眾可能對於 這個精神障礙者有一些科版的印象 或是有一些印象 那我們甚至可能會有些害怕 可是真的如果是害怕的話 當然我不可能要求每個人去 認識精神障者 或者認識了解精神障者 可是如果你真的害怕 你要去了解 怎麼去解決這個害怕的問題 不是把人關起來 而是要把這個製造 所謂讓你恐懼的這個機器 能夠讓他 比較不會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覺得這才是根本解決問題 那既然政府要花這筆錢 那也是我們的 也是我們的納稅錢 也是我們的預算 所以其實你應該可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去表達你的意見 所以我想在很多的團體 他們發起的一個連署叫做 反對無效的監護處分修法 應確實逢補社會安全網 那他是一個有關監護處分修法 的連署的表單 在我們的節目的Podcast 或者是在YouTube上面 或者各式各樣的說明欄當中 你都可以看到這個連署單 那如果你覺得 這是你可以支持的一種方式的話 我們很期待你可以去 至少去了解 那如果你認同 你當然就可以去連署 我也想要請教服務員 就是其實當精神障礙者 離開病房 要進入社會的時候 他有什麼樣的銜接的過程 那現在的法令 或是即將要修改的法令 能夠去解決這個問題嗎 如果這個銜接的過程沒有做好 那會不會其實讓這個情況 是更糟的呢 以屏東的那個蛙眼案來看 其實他如果被強制住院 被強制住院出來之後 為什麼還會出事 我覺得一直是跟轉嫌 後面的資源有沒有跟上有關係 那這次的法案處分的執行法修法 第四十六條之三說 監護處分在期滿借滿錢 兩個月要開轉嫌會議 那這裡其實我們民間團體會覺得 第一個 借滿錢兩個月差來處理已經來不及了 那我認為應該要借滿錢至少半年 那這半為什麼是半年 因為你應該讓社區的之後 要去接應他的各館的社工 直接到監所或者是醫院 或者他多養處遇的地方 去跟他建立關係 不然一個人被放出去之後 你就找不到他了 那你後面要去執行就很困難 然後第二點是 其實應該要有一個 他的出去之後的處遇計畫 那日本的法規是說 社會復歸的計畫書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政府去參考這個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是 政府在開這種轉嫌會議的時候 以現行來看都是一次性的會議 然後他也不會邀當事人跟家屬 他也不會邀社工 就是之後真的要執行的社工進場 就導致什麼 他的決策其實不是很準確 然後導致結果你開的會的決議 卻要後面的新衛社工來概括承受 而不是如果我跟他這個家庭建立的關係 然後我會繼續保持的不是一次性的會議 而是定期的隨著狀態滾動式續修正 而且其實很多各管社工會碰到一個問題是 可能社政勞政衛政教育各個單位都來開會了 可是其實沒有人要配合各管的社工去跟這個家庭協作 然後結果導致他們就算有一個社會復歸計畫 也沒有用 那具體來講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反正有一個監護處分的案子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人他是因為 反正他有氣質性的精神疾病 然後結果他因為在家裡他的父母親 長期不堪他的兒子的欺負 於是乎就讓他搬出去 然後搬出去之後 因為他妄想他的重要他人 被他那時候的室友給傷害 於是乎他就在他室友睡覺的時候去傷害他室友 然後後來就是殺人未睡 那但是這件事後來監護處分怎麼判 是判居家監護 那我覺得這個荒謬在什麼 當初這個受處分人 他為什麼要搬出去 就是他的家人已經不堪長期的忍受了啊 那為什麼那個會議最後會是這樣子判 然後還有就是我從會議紀錄裡面也可以看到就是 有各個單位其實會出現就是 喔我就說我這裡有部分的東西不符合這個人的需要 但是如果這然後所以他就先拒絕了服務 但是他但書是說喔這個人 但還是有什麼樣的需要說還是可以來找我們 那其他單位也類似這種這種掉調的回應 就是說我們現在無法服務你可是你有需要你還是可以來找我們 但是這件事最後誰要來接 就是行為社工要跟他想辦法啊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轉型計畫 第一個半年前就應該要開 而且不只開一次 而且要隨著這個人 就算出去了也要繼續開 因為你不知道出去之後這個生活的變動 還需要哪些的資源 然後你要幫助這個做各館的社工 跟他的家庭能夠跟這些資源 能夠形成一個社會支持網絡 而不是一個儲域計畫一次會議 就能夠解決這些事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政府在對待很多這種儲域計畫 或者什麼出院準備啊 或者什麼社區的轉型會議 大部分都是這種狀況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應該半年 而且必須要有那個 就是在開這個會議滾動式修正 而且要定期召開 而且必須要有行動的指引 然後跟有步驟 要有人有責成 相關單位其實要怎麼合作 這樣子 我們這樣聽下來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問題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但是就至少對我自己而言 他絕對不會是一個 從最後端去解決問題 就是把一個人關起來 然後甚至不斷的這樣一個 這種隔離 他的問題就可以解決 最多最多也可能只是解決他的問題 甚至連他的問題都解決不了 那更大的問題是在於前端 到底剛剛不管是經理也好 或者是服務員也好 那一套的機制 那一套的照顧機制 或者是國家要把這幾十億的預算 到底要花在什麼地方 錢要花在道口上 錢要花在有用的地方 錢要花在 這種讓大家可以身心健康 或是在某種真正的能夠 去解決那種所謂的社會不安 或者是恐慌 或者是那種心理煩躁的這個機制 恐怕才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團體 在發起的一個連署叫做 反對無效的監護處分修法 因確實逢捕社會安全網的這個連署 也就是針對我們今天這個討論的議題 他們在發表意見 就在我們節目的說明欄的地方 你可以點進去看 你可以看看他們的真實 真正的這想法是什麼 那你可以同意也不可以 也可以不同意 當然如果你同意的話 也歡迎能夠來連署 下個禮拜呢 我們會請到的 一樣要談這個問題 我們會請到的從法律的專業 也從這個所謂的精湛者的本身 來去談這樣的一個修法問題 今天非常謝謝經理 也非常謝謝服務員來接受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你們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謝謝 拜拜 謝謝大家